好的,接上一条,我们将这183针按照花纹以及左右门筋的分布往反向上织整个大片,直到这个位置多高呢?30厘米。 因为开始的时候,这位置呢,我们跟大家说的啊,是织7厘米之后呢,在这两边啊,在做加针和减针的动作,所以这个位置高度呢,大概是3厘米啊。 总体整个的高度到达30厘米之后,我们就要做一个很大的动作了,什么呢?把它扔下不管,去织我们的袖子的部分。 袖子部分,起针的方法啊,跟之前是一样的啊,针数是多少呢? 这位置,我们需要一共给袖子起多少,看一下啊,一共起60针,然后环形的按照刚刚的花纹啊, 也是这样织的,也织了三组,一二三,看,刚才给大家说的这个啊,要让大家向上织30厘米,并不是一个非常非常,呃,就这么绝对的数字,也就是大家在织的过程当中要保证花纹是完整的啊,多一厘,多一厘米和少一厘米都没关系。 好,这60针我们向上呢,也是环形向上织了,三个花纹,然后再织另外一个袖子啊,也织1,2,3,三个花纹,好了,然后,重大的一个调整来了,我们要做什么? 看,我们要在正身和袖子的这个位置啊,要各取11针相互缝合,看,大家先知道这个非常滑彩的这一部分啊,因为这个部分完成之后,下边就是非常热闹的一部分了。 但是我们要怎样的上哪儿取这个11针,当然了,你的两个袖子无所谓,它是圆形的,往上织,对不对? 它的针数无所谓啊,只要你取到一个11针,花纹对着的就可以,但是,真身呢?啊,我们实际上这时候也要按花纹来,明白了吗? 大家现在看啊,我们实际上,要是给它按照针数来的话,你还要去数,但是我们要以花纹为主,你记之的时候啊,完成的作品是很对称,很美观的,而且整件衣服啊,一定要注意,永远不要以针数和高度为绝对的一个值啊,而是什么? 以花纹的完整性为主,记得了吗?好,这时候我们看啊,整体的花纹,我们给它将整件衣服啊,这样,扣在一起之后,然后你会发现,哎,这边一二三四能留四个完整花纹,那么好了,就在第五个,左右各啊,各选第五个,然后往后数,你看这边一样,你那前面不是一二三四,一共是多少?八个,是不是? 但是中间这一部分,你也要包括的,明白了吗?也是一个宽度啊,所以这八个,它对应着,我们看啊,后边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,对应着是十个,明白了吗?所以保证了你这个四个花纹完整的同时啊,从这个花纹往后走,看到了吗? 从这个花纹往后走啊,我们给它找出十一针来,把它当上第一针,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,明白了吗? 好,它这边取十一针了,你看它这个十一针花形是什么样的? 你也从袖子这个位置啊,取相同的花形,假设你是从花纹的这儿取的针,明白了吗? 那你也从袖子这儿取针,明白了吗?啊,或者说你要从花形的正中间这儿取,啊,你取的是这个位置啊,袖子也是这样,记住了吗? 好,按照这个要求啊,前后,然后这边也如是啊,袖子和正身都各取了十一针,干嘛啊,要让它们两个相互之间缝在一块儿,这十七针,啊,这十一针和这十一针啊,相同用你的啊,支针支缝也好,或者用其他方式给它连接上,可以用那个, 毛线缝针缝的啊,两种方式都可以,缝好之后,两部分都缝上了,对不对?好了,这时候拿你的环形针出来,如果没有,就用支针啊,用五根也可以,干嘛,将整个的,注意啊,你是从这儿开始的啊,从这儿到这儿,结束之后到你十一针的边缘位置的时候啊,别往底下走,穿谁,穿你之前的,袖子上的针数啊,穿上,穿上以后, 翻过来,整个袖子这边也弄上,然后,这边衔接着你的后背,我说这可是一根针啊,我们拿环形针来说,好,然后到这头之后,一直到这儿之后,别往正身着穿,接着穿袖子,这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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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好了,所有的针数都穿在一起,我们一块儿向上织,那同学说了,那我们现在多少针一块儿往上织呢? 我们一共有多少针呢?画完是否完整呢?好,我们会在下一个视频当中详细为大家讲解,一定要注意看啊!